戴著口罩 鴨舌帽低頭走出罰警室 他是藝人駐藩綱 因為涉嫌持有大麻煙油 遭警方逮捕 移送 北檢預令五萬元交報 當然其實如果他真的有做錯什麼事情的話 駐班剛的哥哥帶著保釋金低調現身 據傳父母得知此事後非常氣憤 不願出面 因為這是他第三度 因為毒品被抓 十三號晚間他去酒吧跑趴 離開的時候遇上警方領檢 發現他身上石油大麻煙油 雖然他表示東西是朋友給的 不知道含有毒品成分 仍遭警方移送 七年前的大年初三 駐班剛被上號壓進北檢 當時他受訪曾表示自己絕不會再碰毒品 其實早在2007年他就被檢舉呼馬 2013年二度持毒招待 因為沾染毒品也讓他被經濟公司開除 毀了大好前程 駐班剛外型帥氣 早年曾加入偶像團體 183club 又是自行車品牌的第三代小開 還曾跟天后蕭亞軒傳出飛聞 但因為喜歡跑趴 砲夜店多次惹上麻煩 如今又沾上大麻 一錯再錯形象重創 三星館綜合報導